國際焦點雷看到俄羅斯國防部長貝洛索夫 29號是抵達了北韓首都平壤 這是他半年之內他第二度的訪問北韓 那貝洛索夫就表示了俄羅斯樂界跟北韓 擴大的合作包含軍事層面 還說雙方合作是為了要降低區域戰爭風險 而27號烏克蘭的防長呢 才會面了南韓總統尹錫悅 呼籲兩國要針對北韓派兵援俄來訂定對策 好在另一邊德國總理肖茲29號 是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進行了通話 保證德國會繼續的軍援烏克蘭 澤倫斯基也證實兩個人已經通話了 並且感謝德國政府提供的援助 尤其是防空系統 另外肖茲也詳細的闡述兩週前跟普丁的通話內容 表示只有結合軍事與外交施加壓力 才可能實現和平 來自來自強調法建議 記者紹介入中 所以說歸斯基進行之一 就代表看